大制度论中有一个公案,有一次,佛和阿南到社会成化园,阿南见到一个非常贫穷可怜的妇女,便提请佛陀去度化她,佛陀说,她与我没有姻缘,所以对我没有信心,我没有办法度化她,阿南不相信,再三地祈求。 佛陀也不得不听阿南的话,亲自走到那个妇女面前,但这个妇女根本不愿意看佛陀的相好庄严,立即转身背向佛陀,佛陀与她的四方分别出现,她马上背过身去,不见佛陀,后来实在没办法,佛陀就视线神变,与她的四方上下同时显现身相,这个妇女索性闭上眼睛,什么都不看。 此时,阿南才深深意识到,即便是功德圆满的佛陀,对没有姻缘的众生,也不能度化,深思。 月亮虽然升起来了,但如果地上没有水气,月影就不可能显现,佛陀的大悲月亮,也不可能照到没有缘分,性格恶劣,没有恭敬心的众生身上。 同样,如果不能恭敬对待自己的父母师长,是无法从他们身上获益的。 与佛得度,必须要与佛有缘,否则即使佛陷于眼前。 仗身够重的人,仍旧不见不闻,在《大制度论》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 佛陀在世的时候,他有一位邻居,叫成东老母。 佛陀虽然是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,但是,他从来没有跟这位成东老母讲过法。 一次,弟子们就责问佛陀怎么不去度化您的邻居呢? 佛陀感慨道,不是不慈悲啊,而是自己与他无缘,没有办法度化。 众弟子不信,就请服一事。 结果,老母见佛陀来了,他就回神背佛,佛转到老母的前后左右。 成东老母接回避不见,佛又视线无数分身,将老母团团围住,并且视线无量神通给老母看。 老母却坐在地上,低头嚎啕大哭,就是不看佛陀一眼。 弟子们方才相信佛言不虚,要度化众生光有真本领还不够。 还要与众生有善缘才行。 佛陀告诉弟子,从前我没有跟这位老母结缘,现在想度他,即使用尽所有的方法,也难以达到效果。 然后,佛陀就唤阿南尊者去度化他。 阿南尊者很惊讶地对佛陀讲, 世尊啊,您已经是超凡入圣的人了,连您都没有办法读化他,我去怎么行呢? 佛陀就对阿南尊者讲,你去就知道了,你去他就皈依了。 于是,阿南尊者遵照佛陀的指示,来到城东老母的家里。 这位老母见到阿南尊者,马上笑竹颜开, 聘用精美的食物来供养阿南, 然后十分恭敬地接受阿南陀的教化, 并且当下正得了出国。 弟子们都很惊奇, 就请教佛陀, 为什么连佛陀都度化不了的人? 而阿南尊者竟然能够轻松度化。 佛陀就对众弟子讲, 我跟这位老母没有缘分, 而阿南尊者跟他很有缘。 佛陀就讲到了, 在无量级以前, 世家如来与阿南都是修行人, 他们两人一起在路上惊醒的时候, 看到一只死老鼠。 世家蒙尼佛的前身只看了死老鼠三眼, 就没有理会, 而阿南的前身则升起了一念慈悲心, 把那只死老鼠给埋葬了。 那时候的死老鼠, 就是现在的城东老母。 世家蒙尼佛当时的修行只看了他三眼, 所以现在这位老太太, 她也只看佛三眼, 就把眼睛闭上了, 不愿意再看第四眼。 而阿南图当时一念的慈悲心, 埋葬了死老鼠, 就赶得现在这位老母, 愿意接受她的教化。 这就是缘的问题, 人就处在缘分的关节上。 佛门虽广, 不度无缘之人, 众生希望与佛得动, 必须先与佛结缘, 若无因缘, 即使身职佛事, 也如城东老母一般, 难以得动。 审思, 我们现在都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就是要蒙阿弥陀佛来基因我们。 我们要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, 我们就要与阿弥陀佛有缘, 如果没有缘, 即使阿弥陀佛慈悲地来救度你,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走, 这就是缘的问题。